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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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否因为人为一时大意而酿成惨剧 当局正在调查中 根据乘客提供相片 事发当日其中一个怀疑是工程车负责人 李宗盛 在事发之后出现在山坡上 他发声明说心表傲悔 事件除了工程车的负责人需要负责 台铁和当地相关官员都有责任 包括台铁有没有进行适当的监督 为什么工程在铁路旁边 但是没有任何的围栏挡住工程 当中有没有行政过失 不过有消息就说台铁原本想将事件的责任 推给监造商和施工商 而对话的内容就被人截图流出了 台铁也坦诚有人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交通部长林佳龙承认做得不够好 改革的脚步不够快 必须接受社会批判 辞职是最基本的负责 可以说非常自责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会负起完全的责任 现阶段我们就是加速完成整个救灾的 跟抢修的工作 不单纯台湾感到难过 有不少香港人都很关心 甚至希望可以捐款给死难者家属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 向遇难者表现哀悼 捉捐商者早日康复 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行政院长苏正昌 都以个人身份分别捐出一个月的薪金 给事故商者和死难者家属提供经济支持 当发生重大社会事件 官员如何与民众沟通十分重要 就好像在疫情期间 市民都会很关心防疫措施 和疫苗接种的情况 而去判断自己应该如何做 因此一个良好的沟通非常重要 可以团结整个社会去应付难关 市民开始恢复接种Biontech for beta疫苗 政府公布有超过1万人接种第一或第二剂 至今本港累计有接近58万人已经接种疫苗 特首日前说接种的进度不太理想 未来会公布一些鼓励接种的政策 市民又怎样看呢 多个国家都考虑推出疫苗护照 实施上又会有什么困难呢 今天我们就请来医学会会长蔡坚 和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晋明 一起上来谈谈 欢迎两位 你好 先问一下两位先 有没有都打了这个疫苗 是不是都打第二剂 我没有答 我等第三种疫苗 现在就说有58万人已经打了疫苗 特首的说法就是好像都不算太多人 进度不太理想 其实以你们观察是觉得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之前就有些个案 当然政府都很快说了 就是跟疫苗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有些市民会担心死亡个案 或者一些罕有的副作用 香港的疫情不算很严重 所以市民很多都没有一个这么急切的 急切性的需要国家立刻打的 加上对政府的不信任 也都是影响了他们打针 美国和英国的疫情比较严重一点 所以那些市民就根本 第一他们的疫苗是没得选择的 不同于香港 香港还有得选择两个或者三个有得选择的 但是在英国和美国是政府要打什么就打什么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大的意欲去打呢 因为他们的疫情是很严重的 第二样东西看回以色列 以色列是全球打得最多的 在人口上超过60% 又是长者去到90% 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戴口罩 他们很想生活回到以前那样 这个就是个誘因令到市民更加想尽快接种的 那那些建议有什么誘因可以令市民多点打呢 其实这个誘因呢 其实你看回以色列 他们推行了一些叫做绿色的叫做green pass 就是绿色的可以譬如去到一些运动场泳池 如果你打了疫苗呢 就讲两剂 打了复必泰 例如复必泰两剂呢 你就可以进去泳池游泳了 那就是有这个给你进去游泳 另外有些球场或者有些宗教上的活动 你又要先打了疫苗 特首有讲过说好像传媒有些夸大了 或者是误导了 你的观察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想传媒是报道一些案例而已 但是一些案例的比例上 是不是真的高过正常的现状呢 比例上就是两剂疫苗打了的副作用 甚至死亡率有没有分别呢 这些应该专家团队出来解释清楚 就是如果在这方面不向市民做些事 说些事 就是其实都有失职之严的 我觉得 讲到专家团队 专家之一 段国勇都有提到 就是现在政府在考虑着 扩大那个疫苗接种群组 很可能就放宽到16岁以上 那就是变相全民接种这样的规模 但是两位觉得有没有需要去扩大那个年龄 那个门槛降低的人呢 要看回疫苗的供应 就是譬如復必泰为例 因为全球都很紧张 就是不只是香港 就是你看到就算出事之后 它来都是30万剂而已 就是说根本它那个生产都需时 还有究竟给其他国家是不是都足够呢 因为其他国家都不足够 就是尤其是英国 美国这些地方 但是如果疫苗足够 譬如现在是復必泰和科兴 那其实就可以放宽的 就是基本上我同意都是应该 年轻的那些16岁以下都已经是在做研究 也都证明打到针的效力很好 那就是如果是想真的全民免疫的 有Hert Immunity 这件事的 那就是如果真的想要这件事 就是年轻的那些都应该打完的 有一件事公众也有个疑问的 就是究竟现在打了疫苗 应不应付到一些变种的病毒株呢 这个是有它的风险的 那就是要视乎 就是现在现有的疫苗 是不是对这些变种的病毒株 是可以能够加以控制的 那最重要其实就不是只是打疫苗 最重要是关口的控制 关口的把关那里要严谨 就是如果在那里放松再进一些 好像菲律宾的病毒株进来的时候呢 就更加又再来第五次爆发了 这个机会了 其实现在大部分变种都是输入个案 就是刚才看到的都是菲律宾 印度啊这些地方 所以其实关口也要了 另外如果看疫苗哪些对变种呢 其实在实验室研究 或者一些少量的临床研究 伏必泰可以对付英国变种 巴西变种 还有少少南非变种 但是都不知道这个数据 因为始终都是实验室 那其他的那些疫苗其实都 阿斯利康就有一些 但有些可以了 但是始终是数据比较少一点 所以就其实都要小心了 所以为什么说打完疫苗 都要戴口罩呢 就是因为怕变种 就是我们不想令到变种 会在社区扩散 但万一真的有这个爆发的话 是不是市民要重新再接种过疫苗呢 理论上是的 因为现在疫苗都是 我都叫第一代 就是一些S蛋白 就是刺特蛋白未变种的时期 当然现在有些实验室研究 都说还有部份都可以对付的 那如果真是一个大变种呢 其实就需要打另外一些 就是另一代的疫苗 另一个说法就是可能到通关 这件事可能有一段时间 都未可能做到的 其实就要看回 就算香港做到 你通关要另外一个国家 因为通关是互相的 就是香港人去其他国家 他就看看你打哪种疫苗 那现在暂时欧盟呢 就是如果你想去欧洲 他们是以欧盟核准那些 叫做紧急使用的疫苗 他认可这些而已 他没有认可国产那些 他打了国产的科兴 你想去英国 他未必承认你那个 不过我希望全世界不要对疫苗有一个疫苗歧视 就是不是国产就不好 或者反过来 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就是可能市民去选择打哪种疫苗 都有很多考虑 就是要看一下哪个国家去承认 要看一下那个有效率 蔡医生你有没有建议给那些市民 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政治性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大家对那两种 现在市民那两种的疫苗 应该要认识它的副作用 还有有些什么情况之下不应该打的 这些也都在这个指引那里说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Sinovac 是很多 如果你有慢性疾病那些控制不好 那些都应该避免打的 Biontech那个就好像少一些 这些限制 那第三个未来香港的 就是引起这个脑血管传塞 因为血小管低 就是血小管产生一些不正常的物体 令到它的血管塞 这个就是德国都禁止了 应不应该来香港 其实都应该考虑的 虽然发生的案例是十万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打十万针 有一个因为这样而死亡 那就不太值得了 那就是政府都应该考虑 任不入这种作为第三种的针 好 那今天都不感谢两位的意见 谢谢 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 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 这几天虽然是复活节长假期 但特首以至他的问责团队 仍然马不停提接受访问 解说新的选举制度 其中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 都先后提到投白票现象 表示会研究现行的制度 是否足够处理就引起争议 郑若华解释 投票是公民责任 市民不应该投白票 如果是另一个选举不能进行 是不应该这样做 看新修例下的基本法附件二 列明特区需要依法规管操纵 破坏选举的行为 投白票是否属于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 大法会议员谢伟俊说 投票是公民责任 不需要规管投白票 但是如果呼吁投白票 就可能会触犯国安法 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就说 在自由选举里面 投白票是一种意见的表达 他认为政府与其担心出现白票 不如花时间想想 为什么会这样想 投票一般被视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香港并不是实行强制投票 投白票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原因 过往香港的大小选举 都出现过可以投白票的声音 好像在2014年政改咨询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混毅 就曾提出过白票搜尾门方案 不过方案最终不获接纳 在新的选举制度下 这些问题可能未来一段时间 需要政府进一步展述 除了选举放疫 亦是政府重要工作 在复活节场假期前 政府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例如重新开放泳摊 表演场地入场人数放宽等 这几天都见到街上人流暢旺 尤其郊外地方更是人满之患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现在科兴疫苗和复必派疫苗都供应充足 接种安排又方便 市民接种后要等14天 疫苗才可以完全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 所以越早接种 就越早可以享受完成接种的身份 符合日后方便出行的条件 接种疫苗可以户己户人 帮香港克服疫情 带来工作和生活的方便 呼吁市民尽快接种 自从疫情爆发 不能外出旅行 行山、露营成为潮流 早前政府宣布 会预留超过五亿 改善一些行山境 和部分交易公园的设施 行山人士又怎样看呢? 我会预留五亿元 优化部分交易公园设施 改善洗手间设施 烧烤和野餐地点 以及修策战事遗迹 作开放式博物馆 今年预算案 政府提出会用五亿元 改善郊野公园 和五千五百万元 给渔户署和旅游事务署 改善十条业本行山境 不过这一年因为疫情 多了不少人去行山 郊外一些地方的草地 已经损耗 也有大量的垃圾留下 对于政府增加撥款 一群行山友有什么看法呢? 每逢周末早上 这个小巴站都会出现人龙 乘搭车去城门水塘和村荣村 大部分都是去行山的人 城门水塘就要在这个 荃湾少和街 乘搭82号小巴 那我们现在等小巴 乙基喜欢行山和长跑 亦喜欢在网上 介绍叶满郊游和长跑路线 今天他和朋友去城门水塘 旅行战地为迹劲 是预算案提出要改善的行山劲之日 我们今天去城门的碉堡 就是关于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将来搞一些历史劲的东西 有车, 这条也有车 但是我们现在走这一段 就相当人工化 你看到其实车各方面都有 这条就是很经典 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保卫香港的一个重要防线 就是最左腕防线的一部分 你看到地理上来说 这里可以守住 香港和九龙的一个关口 我们可以到这些地道走走 有不同的地方 就以英国的街命名 或者加拿大地方的街命名 它有些可能是私乡 我们现在就由这里开始走 不需要 樓梯, 无限樓梯 这里非常不好有胶袋 人家最不好就是放垃圾进去 自己垃圾不自己带走 我们就准备进入隧道了 左边的礼政交易 现在去了舒佛不利港 我现在去英国了 好, 现在 耳机说自己来过城门碉堡很多次 每一次经过都会停下欣赏 因为他觉得 就算已经过了接近80年 舊猫依然保存良好 他呢? 这些就继续不好了 滑滑的地方 滴水? 对, 上面滴水 对 对… 这边走过来又高了 没有之前那么矮, 越下越阔 是呀 这个是萱茨堡街道 好, 我们继续向右走 右, 右在这边是吗? 是, 右边 这些又被人说都倒下了, 对吗? Kevin和Amanda 一定会幸福美满, 对吗? 出来了 这里有很多蛋洞 对 对, 这些是打仗的时候的蛋洞 全部都是 还有这个 这个碉堡也很严重 这个 有些地方行山境 是未必会有这个 关于事实的东西 而且保存得很好 刚才你走过 看到那些地道很漂亮 而且这些碉堡还很完整 但是呢, 其实没有一些很清晰的指示 告诉你, 进到地埔下面 哪些地方安全注意 或者是路口 二姬觉得行山的时候 可以看起来战时遗迹 是香港特色 他希望政府增加 撥款改善这条遗迹径的时候 可以好好地保留 原来的历史 真实的味道 其实五千五百万有十条境 现在建过水池 都是这样的价钱 对, 坦白说 每个地方都是五百多元 可能加一些告知牌 加个水机 或者收拾一些道路 已经是完了 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太过去 当一个旅游区发展 可能你会令到这个地方承受不了 会改变了 或者破坏了原本的味道又好 或者历史的意义 也好 我们现在坐船 过去湖泉州嘉莉公园 我们先去半叶湾 就是下门湾 接着在那里 有一条河村里的山景 可以看到风景的地方 以前也有建议公众 可以来看看这个年度沙 因为始终是一个地质景观 陈家俊和钟心渝 都是行山发烧油 他们特别喜欢生态游 因为大自然 每次都给到他们不同的惊喜 是天然的 这些不是养分 多了之后的污烟 留心一下 那些马尾祖附近 是隐藏了很多鱼仔 其实厄门湾是被誉为 就是香港最美 最清洁的一个沙滩之一 那我们现在在厄门湾 然后沿着这条红色的山径 这样走到桥距 那里就是我们的重点 沿途都是一些碎屎的山径 所以比较容易走 但是当然 也有人会觉得它不够天然 因为已经鋪似了 就是一个体级 很漂亮 看到山走 很漂亮 对 所以你说要拍摄人 有很多人少担心 好 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方便的 就是等于刚才你看到我们坐船 这个地方 只不过是说十分钟不小 就可以来到一个海岛上的山径 在香港来说 这个也算是首位一致 又有地质公园 其实这个资源是非常不错的 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 看到一些木牌 一些教育的指示牌 或者观景台 那些就是遗户柱器 这些正式路牌 这么标准化的 你看到这些区遗户器 他们都欢迎政府 愿意增加资源 改善郊野 但是希望设计可以更加人性化 这一个入口 就是有些鲜绿色的篮杆和石屎路 很多时候香港的山景 都是以这样作为一个起步点 一开始就已经没有那个情感 去进行这个路程了 旅游景点 这个就是 这个很热门 就是香港人 或者一些放假的时候交游的地方 都会来的地方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你见到那些小朋友 我交代出去做什么 石仔? 拿 那个袋 捉牌 捉牌 捉了很多, 很厉害 捉了… 石垫开来捉的 对 什么都捉得差 这里是一个地质公园 也有指示牌写着 新闻不可以去拿, 去捉 但是实际是否真的做到呢? 坦白说一句 他有没有看,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相信他应该 未必知道这里原来不可以做什么 你去完一个地方 好像没有去过那样 就是维持原始的风貌 其实有其他原则 譬如不要大声喧嘩 因为你都会吵到周边的生态 其实疫情期间 大家已经说行山径是旺国旺国 其实也希望政府可以分一部分资源 做一个前期研究 就是看看各个景点的可承载力 是什么 在一些放得多些游人 生态价值没有那么敏感的地区 才做一些设施的修复 其他地方, 其实好像Jan所说 可能保持一个比较远的距离 比较难去到的 自然就会少些人去 是 郊游人士不止只是行郊游径 近年更流行爆临 即是拨开树林 甚至用工具破坏他们 有环保团体就认为 政府要增加资源的话 应该加强巡查和教育去处理这个问题 疫情期间很多行山的人士 可以说是批牌仔 新仔来的 劝语跟着執法 都是政府要撥资源下去 给予予予去做的 由人去多了 管理的人手没有变的 又没有可能 长远来说可以有效去管理 政府可以放开那个脑袋 是否只是这十条 如果我们真的再多些的时候 其实将郊游人士分散多些 人数不会说 捆在某一处 那个承受力不行 就迫到它 就是 復收不离 余护柱说 留意到疫情之下 有更多市民去到郊野公园 令山径使用量增加 加剧选耗 也有行山人士 有不良习惯 例如擅自开闭新路 闯入墨林探备等 新的改善工程 会复修这些地点 旅游事务署就说 会改善行山径附近的军事遗迹 和其他本地历史元素 至于用什么方法 就未有透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